那么人到往生的时候 佛就拿着这朵花去接引你 这个花上是由你的名字 花的音为什么会有莲花 花的音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花的语言就是你自己发心 愿生净土 你有这个念头 七宝池里头就有花 你念佛的功夫成就了 佛拿着这个花来接引你 接引你的时候花是开的 你进去了 你进到莲花里面之后 花就喝起来了 佛将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 依旧放在七宝池中 在七宝池中这个时候 这是阿弥陀佛为神加持的 自自然然在花宝里面 转八十乘四支 那换一句话说 花开见佛 那个身不是我们现在的肉身 我们现在的身 阿弥陀佛的相分 我们现在齐心动力 是阿弥陀佛的见分 阿弥陀佛的相分 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 是唯心所谢 唯师所变 那么在极乐世界 只有唯心所谢 没有唯师所变 时完全化成智慧 啊 转八十乘四支 花开见佛 得到阿弥陀佛 本月为神的加持 你就提升为阿弥陀佛 真正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是法身菩萨 阿弥陀佛